在美国房屋买卖是致富的第一步之后 延续上一集探讨在美国卖房如何花小钱 能够卖到好价钱之外 面对后续的房屋增值税 卖家该如何聪明省税呢 东森新闻和美国的房地产专业团队 宣业地产共同推出的这房产致富宝系列报道 继续请东森新闻记者罗瑞玲和专家来深入对话 好的谢谢主播 美国房市持续升温 很多民众或许想在这个时候卖房子 只是在卖房子的过程中 究竟要如何面对税的问题 我们今天就邀请到具有13年房地产买卖经验的 宣业地产负责人Denis来帮我们做专业分析 Denis你好 你好 我是Denis Realty Prodigy宣业地产的负责人 Denis是不是可以先告诉我们观众朋友 在卖房子的期间 究竟要怎么样才可以少缴税 甚至是不用缴税呢 好的 那如果说我们赚了钱不用缴税 那真是太好不过的事情了 那到底有没有可能呢 其实呢还真有这个可能性 我们来讲卖房子吧 卖房子呢通常有两种状况 一种是自住房 自己的Principal Residence 另外一种呢是出租房 那这两种情况呢 简单来说呢在国税局IRS的条款121里面呢 它的规定是如果说是您的自住房 在过去五年里面住了两年的话 你是可以享有在增值税的部分有一些免税的规定 如果是单身的话 你想有25万的免税规定 如果是Merry Couple 也就是夫妻的话 有50万的免税规定 那我跟大家举个例子 这样就举几个例子 这样大家比较清楚 那第一个例子就是说 我买了一个房子 我在里面住了10年 那我还住在里面 我决定了把它卖掉了 那这当然可以享受到这个五年两年的规定 因为它是过去五年里面 你肯定是满了两年了嘛 那第二个例子呢 就是我买了一个房子 我在里面住了两年 然后我把它租出去两年 所以也是可以享有这个免税的规定 那第三种状况呢 就是说比如说我在这个房子买了之后呢 我租出去了六年的时间 我租了两年租出去了六年的时间 那这种情况呢 我们回头看 八年的历史 五年之内 你并没有租到两年 那这种状况呢 很抱歉 你就不能够用到国税局121条款的 省税的规定了 那民众要怎么样才能解决这个税的问题 联邦呢 在国税局的1031的条款呢 1031交换1031交换 可以协助到你能够延迟缴增值税的 这个规定 那简单的来讲 它是这样子的 你如果有一个出租的房子 你把它卖出去之后 在你成交escore close 45天之内 你必须要认定最多三套投资的标的物 它的总值呢 不要超过您现在卖出去的这个房子 在45天之内 这是第一个规定 那认定了这些房子之后呢 必须要在180天 是从你卖掉房子180天之内呢 把这些标的物把它成交 这样子的话呢 您这一次卖掉房子增值的部分呢 这个税呢 就能够延迟缴付 那 Dennis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 都是卖房子的增值税 那针对房屋税的部分 有没有也有结税的方式 比如说我现在买了一套房子 50万 我10年前买一套房子50万 那现在呢 已经成长到100万了 所以我把它上市卖掉了 卖了100万 那在两年之内呢 我买了我下一套的房子 也是100万 好 那这个情况是 比如说 我们刚有提到周法13条 10年前我买了50万的房子 每年2%的这个成长 就是估价值的成长 我到第10年 我所缴的房屋税 是根据61万 来缴这个房屋税的 那如果我的 每一年的房屋税率 是1.25%的话 我的房屋税就是缴 年缴是7625块钱 那我把这个房子卖了 两年之后呢 我去买了另外一套房子 我已经年满55岁了 那这套房子是 也是100万 也就是不能够超过 我原来卖这个房子的价值 那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是可以完全把我61万的这个 估价值的这个税机啊 1.25%的缴税的方法 移植到我下一套的房子去 但是就是大家注意说 这个规定呢 你一生呢只能够使用一次 所以要 同时呢也并不是说 在每一个康体都能够 完全能够适用 当你从一个康体搬到 另外一个康体的时候 就不一定能够适用 谢谢Denis今天这么专业的建议 但如果说民众还有更多 这个讯息想要知道的话 那有什么管道是可以 他们可以获得的 在Walnut 我们早上10点到12点 我们有一个讲座 到时候呢 座位非常有限 请大家能够来踊跃的报名 谢谢Denis来到现场 帮我们做这么专业的分析 也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